这个世界上每块大陆,每种文化,每个人种可能都有相同的远古传说,曾经都信仰过同一个东西,它是宇宙,生命以及精神世界的终极答案。 大家好,我是九江老魏,今天的影片咱们就来讲讲世界术。 三星堆博物馆有一棵巨大的青铜神树高达3.96米,这棵神树在1986年轰然现世,后来残剑不断出土,神树也不断长高。 而青铜神树背后的古蜀文明一直在迷雾中,充满了神秘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残从即渔福,开国和茫然,而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赛通人烟。 可见,哪怕就算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在李白的认知中,古蜀国也是一个传说,它与世隔绝,与中原往来稀少,形象模糊。 有一种说法,古蜀国是上古时期一个古老的士族,有朝式建立的。 据说,在血鞠时代,人类饱受野兽侵害,有朝式的先民学着鸟儿用木头制作远离地面的居所躲避野兽。 从此,由血鞠时代进化到朝鞠时代。 有朝式一直保留着这种建筑习惯,他们的后代在成都平原定居。 在商朝甚至更久远的古代,蜀地居住的少数民族拥有非常发达的野兽技术,应该是一个青铜制作中心。 三星堆青铜神术的底座是一个圆环加三面镂空的构建,组成穷龙的形状。 上面装饰着太阳和云的纹样,像一座拔地而起的神山。 大树矗立在山顶正中,连接天羽。 神树有三层,每层三个树枝,共九枝。 每个树枝上长着两个果子,一仰一垂。 每个仰起的果子上都站着一只造型奇特的神鸟。 另外,还有一条像绳索一样的龙,从树上盘取而下,昂首立在神山前。 古代神话的设定基本都离不开山海经。 关于青铜神术的猜测,目前和山海经有关的有两种。 第一种,它是扶桑和若木的集合体。 扶桑树生长在东海海外的汤谷,是世界的极东之地。 树上居住着太阳女神西河,以及她的十个儿子金乌。 金乌的形象是三族乌鸦,代表太阳之灵。 每天早上,西河都给他们洗澡,保持太阳的明亮清洁。 然后驾着车子,从汤谷出发,穿越天空,将金乌们挂在天上。 晚上到达最西端的若木,太阳就下山了。 第二种猜测,青铜神术是贱木。 根据《山海经》的描述,贱木是皇帝亲手种的, 它长着紫色的茎和青色的叶子。 花朵是黑色的,果实是黄色的,高百刃。 在树顶有弯曲的枝条。 人神混居的时期,贱木是连接人间与神界的通道, 它相当于太空电梯。 贱木不是随便谁都能上去的, 在人类之中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叫乌。 只有他们有通神的能力, 可以登上灵山神术,来往天地与神灵沟通,表达诉求。 《山海经》《大荒西经》对这个族群的描述是这样的。 有灵山、乌贤、乌记、乌斑、乌棚、乌孤、乌针、乌礼、乌蟹、乌罗。 十乌从此升降,百药原在。 由此可见,乌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祭祀祈祷、 与神沟通,还掌管医药。 后来皇帝的孙子专须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绝地天通,摧毁了天梯,将人神彻底隔绝。 乌这个把持着人神沟通渠道的族群丧失了特权。 如果参考《山海经》中的扶桑、弱木和剑木的设定, 青铜神术所描述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 在古蜀先民的现象中,太阳代表着生命和轮回, 清晨它沿着扶桑树升起,傍晚沿着弱木缓缓落下, 在天地中心生长着神术剑木。 剑木连接的那一端居住着上古众神, 他们沿着天梯往返人界与神界。 巫师们通过祭祀神术连接神明意志进行天人沟通。 除了祭祀,在墓葬中也有和扶桑树相关的线索, 汉代墓葬中发现了树文砖雕和壮马巨树画像石, 还有陶制和铜制的前树。 尤其是壮马巨树图像,一般枝繁叶茂, 树上的青鸟就是象征着太阳的金屋。 树下有骏马,在神话传说中, 行天之日有马车牵引。 画中还有一个弯弓射鸟的人, 会让人联想到射日的后裔。 整幅图的配置突出宇宙树的地位, 也是引导灵魂升天的宇宙阶梯。 摇钱树出现在商代,到汉代定型, 树梢挂着方孔铜钳, 铜钳向四周发散光芒, 有天门和太阳的双重寓意。 还有种说法,在桑葬民俗文化中, 枯桑棒也和扶桑树有关。 孝子拿着枯桑棒扶着棺果领着发桑队伍前行, 封土之后枯桑榜插在坟头, 就是新坟的标记。 枯桑棒一般采用桑树枝制作, 胡上白纸简称一条一条的, 白色象征人间与生命, 黑色象征明土与死亡。 墓葬中的神术在传统文化中属于镇物, 但是如果使用场景转变, 它也是祥物, 代表着起死回生, 长寿无病。 镇物和祥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祥物如玉气、瓷气代表吉祥如意。 过年时贴的春联、符字代表天岁那符, 乌鸦、蜘蛛也是传统的祥瑞动物。 镇物如桃木剑、铜钳、八卦镜等等可以驱邪避害保家宅平安。 新娘的红盖头、端午的赛龙舟也都由镇物演化而来。 说回青铜神术, 我第一次听说它不是因为三星堆, 而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 秦岭神术这个篇章是盗墓笔记中争议最大的, 有人认为它不是铁三角的故事, 而是吴邪和发小老仰在秦岭的冒险和主线没有关系。 是三叔为了凑字数写的, 基本属于废章。 有人态度相反, 秦岭神术和主线的联系才是最深刻的, 它展示了世界终极的力量, 就是控制潜意识, 让意识与真实交织, 最终实现思想实体化。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仰的真名叫谢紫阳, 看过盗墓笔记的都知道, 就凭着老九门的姓氏, 他也不该是个出来一次就死的龙套。 老仰很有可能是谢家人, 他那英年早逝的父亲, 可能就是假死后和吴三省共用一个身份的谢连环。 看来三叔写盗墓笔记的时候, 一定是参考了三星堆的青铜神术, 他对神术的想象看起来很合理, 他连接现实与幻境, 是人间、神灵与明界的桥梁, 是上古祭祀的核心地点, 也可能是某种神秘力量的源头。 在北美一落魁人的神话中, 也有一棵世界树, 世界分为上界和下界, 下界是一片漆黑的海洋, 生活着巨大的怪物。 上界有个女人怀孕了, 她睡着的时候带着宇宙树的种子, 坠入了黑暗的下界。 漆黑的大海上, 一只大海龟浮出水面, 怀孕的女人正好落在海龟的背上, 为了安置她, 各种水生动物从海底捞起泥土, 扑在海龟的背上, 宇宙树的种子在新形成的大陆上 生根发芽, 长成一棵巨大的树。 三根枝干, 一只挂着月亮, 一只挂着太阳, 一只连接宇宙。 这棵树给坠落的女人和她的后代们 提供了生存的资源。 异洛魁人相信, 这棵巨大的树位于宇宙中心, 它不仅为世界带来了丰富的物质, 还是通向精神世界的桥梁。 它们祖先的灵魂 栖息在这里, 连接着生与死, 过去与未来。 相比古老东方的神秘青铜树, 北美的生命树, 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 设定是最详细的。 世界树又叫宇宙树, 它生长在世界的中心, 是一棵巨大的白蜡树。 树根深入地底, 树枝高耸入云, 树冠覆盖整个宇宙。 诸神用陈木枝制造了男人, 用榆树枝造了女人。 人类的诞生不仅是神的创造, 也是树的馈赠, 所以世界树也是生命的象征。 上面生活着许多神灵和生物, 它们维护着世界的秩序, 宇宙的平衡。 北欧神话与希腊神话的风格完全不同, 希腊神话诞生于地中海, 那里阳光充沛, 碧海蓝天, 植物茂盛, 经济与文化极度繁荣。 众神充满人性, 生活安逸闲散, 各自负责一摊事, 经常出问题, 更像是一个人物设定集和短篇故事集。 希腊神话没有结局, 讨论的是一些永恒的主题, 比如爱情, 战争, 英雄, 背叛, 信仰等等。 而北欧人生活的地方寒冷贫瘠, 目之所及是漫长的黑夜, 狂暴的大海, 沉默的冰川, 喷发的火山, 绚丽的极光。 它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 北欧神话充满了生存危机, 战斗和牺牲, 神也无法逃脱命运的齿轮, 堵起来更加悲怆, 苍凉, 有强烈的史诗感和宿命感。 世界树萌生于过去, 繁茂于现在, 延伸到无限的未来。 巨大的树上有九个世界, 最顶端的是阿斯加尔特, 阿萨神族的国度, 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 这里与人类世界有彩虹桥连接。 传说中, 建筑全部用黄金建造, 金碧辉黄。 亚尔夫海姆, 光精灵的国度, 华纳海姆, 华纳神族住在这里。 华纳神族和阿萨神族一开始是对立的, 后来通过交换人质的办法, 达成了和平协议。 处于最中央的是米德加尔特, 人类居住的世界, 被海洋包围。 瓦特海姆, 诸如生活的国度, 他们拥有精湛的手艺, 打造武器累积了大量财富。 约顿海姆, 巨人之国, 巨人们带着对诸神的仇恨, 在这片寒冷的地方定居下来。 尼弗尔海姆, 物之国, 被寒冷和迷雾常年笼罩, 是病死老死者的归宿。 穆斯贝尔海姆, 火之国, 有个巨人拿着火焰之剑, 常年驻守在这里。 海姆冥界, 也叫死亡之国, 没有边界, 只有寒冷, 荒芜, 死气, 黑暗和浓雾, 死者的灵魂会来到这里。 这棵巨树有三条树根, 第一条树根身向神国阿斯加特, 树根下有乌尔达泉水, 泉水旁住着三位女神, 乌尔达代表过去, 威尔丹地代表现在, 斯科特代表未来, 诸神们会在泉水旁开会, 做出重大决策。 第二条树根进入巨人国约顿海姆, 树根下有秘密尔泉, 也是智慧之泉。 传说中, 奥丁用一只眼睛交换泉水, 获得智慧。 第三条树根身向悟国尼粉海姆, 树根下的泉水叫赫瓦格米尔布杰之泉。 世界之树的最下层, 盘踞着一条恶龙, 名叫尼德霍格, 他日夜不停地啃食树根, 直到某一天, 恶龙把树根咬断, 诸神的黄昏就会到来。 在世界之树的顶端, 站着一只巨大的鹰, 在这只鹰的两眼之间, 又停着一只名叫维德弗尔尼尔的猎鹰, 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世间的一切。 在世界树上还有一只松鼠, 它总是挑起恶龙和巨鹰之间的矛盾, 让它们彼此仇恨, 所以整个世界总是陷入一片混乱。 树下还有四只熊鹿, 它们一直在啃食世界树的树叶, 幸好树根下的三位女神会修复世界之树的创伤。 北欧神话始于一场冰与火的碰撞, 结束于神与巨人的大战, 最终世界末日, 诸神黄昏。 这特别像宇宙大爆炸, 地球诞生于一系列巧合, 恰到好处的距离和温度, 让生命在漫长复杂的过程中诞生。 所有的生命, 种族都处在微妙的平衡之中, 但终究这种平衡会被各种因素打破。 故事的结局, 巨人国发展壮大之后, 通过彩虹桥进攻阿斯加德, 诸神灭亡, 巨龙啃断了树根, 世界之树倒塌, 引发了大洪水, 洪水埋葬了巨人、 神灵和所有生命。 只有一对男女躲在树洞里得以幸存, 宇宙获得新生, 这就向宇宙坍缩之后, 回到基点再次爆炸, 进入新一轮生命进程。 在犹太教中, 卡巴拉生命树是神秘主义的象征, 神在伊甸园里种下了生命树和知善恶树, 生命树的全称是卡巴拉生命之树, 是神创造宇宙的蓝图。 生命之树由十个圆和二十二条路径组成, 每个圆通过颜色、图像和声音来引导人们接近宇宙的原则, 它们被放置在三个支柱上, 分别代表男性、 女性和两者之间的稳定点。 三支柱从左往右, 分别是慈悲支柱、 温和支柱、 眼力支柱。 从树下往上看是人类往上攀爬的路径, 为了求取更高的智慧。 从树顶往下看就是灵性向下传递的路径, 通过这种方法, 人们不再追求个人的不朽, 而是追求无限的超越死亡的更高价值。 卡巴拉生命树上有四个世界, 表现从神到物质世界的不同层面。 神性界也可以叫圆形的世界, 属于四元素中的火, 是纯洁的灵魂和思想的世界, 也是位阶最高最完美的世界, 代表着神的意志。 创造界属于四大元素中的风, 从神性界流出的光组织起来, 思想和观念被赋予形态, 大天使们住在这里, 代表着神的心。 形成界属于四大元素中的水, 是元素的世界, 代表着神的心智, 在这里精神、意识具体化为物质形态, 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灵魂的领域, 从此开始有了男女的区别。 物质界是四大元素中的地, 人类生存的世界, 灵魂在这里有了肉体, 原始的光结晶形成了物质和自然界。 生命术的每个元, 代表了不同的宇宙原则和神的属性, 从最顶端的王冠开始, 一直到最底端的王国, 按照数字顺序连接, 就代表了神性逐渐演化到物质世界的过程, 这条路径就是火箭之路, 反过来沿着火箭之路向上, 就是通往神的旅程。 据说, 修行者们会通过冥想仪式来体验这条路径, 以达到精神上的启迪和自我超越。 通天塔的传说, 也是一种对世界术和天梯的想象, 古巴比伦人希望建造一座直通天界的高塔, 这样他们就能达到神之领域。 神知道后非常不高兴, 他担心, 如果这座通天塔建成了, 发现宇宙真相的人类会无所不能。 于是神改变了人类的语言, 让人们说着不同的话无法交流, 渐渐的文化冲突隔阂战争频繁发生, 这座塔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来。 感谢收看, 我是九江老魏, 咱们下期再见, 生生不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